8月3号,中国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9开幕式在新疆库尔勒举行 12个国家的参赛官兵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万名观众现场观看盛会 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各参赛国官兵均荣严整,均资挺拔走进会场 今年,中国陆军共承办苏沃洛夫突击部战车组 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安全环境和生化侦察组和军械能手武器修理班组四项比赛 参赛队员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四大洲12个国家 军乐声声歌舞飘扬,记者在现场看到 随着6辆背景车缓缓驶入会场,现场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俄罗斯演员进行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 中国演员为观众带来了情景表演 蒙古族特色节目、武术与舞蹈表演等节目 演出结束后,军事科目演示正式开始 在实战背景下,合成战斗群先后展开性火突击 快速攻击、轻角追尖三个行动的演练 综合运用陆军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和远程火箭炮等十种火器进行实战射击 反敌侦察、电磁干扰、火力打击等作战行动令人震撼 将开幕式推向高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欢呼 今年的军事科目演示是严格按照战斗进程 性火突击、快速打击、追尖围剿的步骤组织进行 较往年重点体现了各群队各种火器打击的效能 充分展现了陆军部队近几年实战化训练成果及转型介绍的伟大进展 今年50多岁的张慧荣带着孙女专程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观看这次比赛 他告诉中心社记者,他很珍惜这次观看赛事的机会 希望中国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到了现场让我出乎我的意料 原来想可能就是很简单 过来以后看气势辉煌 各个国家的军人也一起风发 让我们感觉到了军事的魅力 今天来了也是特别的震撼 平时都是在电视上看 今天身在这个现场我觉得中国发展真是太棒了 希望我们的祖国会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加油 据了解,今年将继续秉承国际思维 专业办赛,开放平等,有益共享的理念 努力办好这一国际性赛事 库尔勒赛区比赛将从8月4号正式开始 并持续到8月15号 中国、俄罗斯参加全部四个项目比赛 其余参赛国分别参加四项赛事中的部分比赛 比赛现场对公众开放 比赛期间,陆军办赛领导小组 还将安排文化交流、装备展示等活动 军事比赛是一场有益赛 也是勇敢者的较量 注重的是团结协作 勇往直前 奋斗拼搏的进取精神 比赛中 各参赛国在展示良好军事素养和战斗作风的同时 将进一步增进友谊 加强互信 深化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